好險於各位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如果您現在還沒有走出戶外的話 建議大家先把外套穿上了再走出去 因為外頭的溫度真的不太友善 因為溫度開始要慢慢的往下掉了 為什麼今天天氣開始出現轉變呢 本週不停的提醒大家週四要變天了 週四的中午過後就是因為這一道封面系統略過 所以今天整個在中午這段時間 如果你有到外頭看看的話 你會發現整個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 雲層明顯變厚變多 而且很多地方還出現了一些飄雨的狀況 我們透過了雷達衛星圖 對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因為封面略過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包括了整個苗栗以北東半部地區 水氣移入都有一波一波的降雨 但是整體來說雷到現在雨量並沒有到太多 大約10到30毫米左右 而且在下午的3點鐘過後 反而這樣的水氣開始減少了 為什麼 因為冷空氣已經抵達台灣了 這波冷空氣比較乾 水氣比較偏少 所以導致它一抵達台灣之後 這些水氣通通被往外吹 反而有一點波雲見日的狀況 在下午3點鐘過後台北市是可以看到陽光 但怪的是這個陽光不暖不熱 反而溫度有一種越來越冷的感覺 就是因為來到了入秋入冬之後呢 首波的大陸冷氣團真的已經抵達台灣要影響台灣了 我們就趕快來帶您看到現在溫度到底掉的多誇張呢 現在外頭的溫度就是剛剛看到的資料而已 北台灣的部分通通已經掉到20度以下了 台中以南還有花蓮跟台東還有維持在20度左右外頭的溫度 但提醒您越晚溫度會越低 因為原本我們在發這張圖卡的時候 宜蘭還有20度的外頭的溫度 但是我在進來錄影之前已經掉到20度以下了 所以提醒您今天越晚真的溫度會越來越冷 提醒觀眾朋友一定要留意了 因為這一波冷空氣是截至目前為止最強的一波 我們都說它到了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也就是台北側站的低溫都在都會區了 可能出現14度 更不用說郊區 比較空曠沿海地區的低溫會有多低 我們就來看到了下一張圖喔 您可以看到就在今天的中午過後 冷空氣快速的南下 所以您可以看到它走的幅度很大 這些導致呢 全台的溫度都會持續的往下滑 一路明天到週六 週日的清晨 你可以看到北台灣低溫可以下降到13到14度 那什麼時候這波冷空氣會開始減弱呢 預計就要到19號 也就是週日的白天開始呢 才會慢慢的回暖回來 溫度曲線就帶您進一步來看了 所以這一波冷空氣剛剛開始發威喔 您可以看到今天的北台灣 白天的高溫大約是落在24到26度 明天一口氣掉到20度以下 是白天高溫喔 夜晚清晨是3度左右 要到週日的白天開始才會回暖 中南部地區呢 這回冷空氣比較強 所以呢 多多少少白天高溫 夜晚清晨低溫都會受到影響 明天開始呢 中南部地區白天高溫也不到30度了 夜晚清晨大約是18到20度左右 局部地區還可能夏天更低的溫度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這個週末假期啊 真的是全台冷氣氣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家裡頭有比較厚的外套 圓外套或者是大衣 準備拿出來 因為這個週末你絕對會用得到 緊接著 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你 北台灣明天一整天都在18到19度以下的低溫 中北地區的觀眾朋友留意 明天清晨夜晚低溫只有12到15度 南台灣的部分 日夜溫差大 提醒您留意 東南部地區一樣要提醒您留意的是 清晨跟夜晚的低溫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除了低溫 還有沿岸的風浪也會比較強 要注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 立刻下載經濟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